据媒体报道,1月15日,先权律师所发布案件播报,称张艺兴名誉权纠纷一案,原定于2019年3月5日9点30开庭审理,但被告已在收到传票后第一时间向张艺兴公开致歉,并在手写道歉信中表示,我感到特别后悔。 1月14日,北京兴权律师事务所带张艺兴工作室发布律师声明,称针对近日网络上关于张艺兴的侮辱诽谤言论,将持续取证备诉,保留通过法律途径捍卫合法权益的权利。 截至目前,相关《名誉权纠纷》系列案件被告主体均已锁定,并将于2019年3月5日起陆续进入庭审程序。